要知道刘亦菲简直就是要身材有身材,要颜值有颜值,并且气质还是出城的好。 如今32岁的刘亦菲在与韩国男友分手后,感情上一直扑朔迷离,很多人都十分好奇,为何刘亦菲至今不结婚呢? 大众心目中的神仙姐姐咋就嫁不出去了呢? 说起刘亦菲,大家一定会想到她当年扮演的小龙女一角。 自带掀起了她第一眼,便惊为天人,点到为止的燕,不可放物的美,简直将小龙女这一角色引火了,也让她成为了大家眼中的神仙姐姐。 她出演过的《仙剑奇侠传》、《神鸟甲侣》等一系列古装鬼侠剧,都非常火,到现在看依旧是经典。 无论是王雨嫣还是赵灵儿都深受观众喜爱。 虽然刘亦菲在事业上很成功,但如今已经快33岁的她,感情却并不如意。 关于刘亦菲的感情过往,被她真正承认过的男友并不多,但围绕在她身边的绯闻男友却数不过来。 如果要盘点一下刘亦菲的绯闻男友,就要从被称为初恋男友的林志颖开始了。 2003年,刘亦菲与林志颖在《天文八部》中两人搭档对手戏,配合得非常默契。 情动初开的刘亦菲遇上英俊潇洒的林志颖,慢慢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 戏盘完后还经常以妹妹的身份主动关心哥哥。 之后刘亦菲还在林志颖的MV中担任女主角,在林志颖准备筹拍赛车主题的电影时,还曾约定也让刘亦菲做女主。 在当时两人的绯闻也是传得跟真的一样,但后来各自忙碌自己的事业,渐渐的交际也越来越少。 然而与胡歌的那段情也是让人感到可惜。 两人曾约定好十年后再拍《仙剑奇哈传》,可能是两人太过般配,也成了无数人想撮合的一对。 之后刘亦菲又与黄晓明玩起了暧昧,两人合作《神雕侠侣》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,不过男女之间真的有单纯的友谊吗? 黄晓明曾在节目里说刘亦菲是自己喜欢的类型,戏里戏外都如此亲密的两人,也让二人之间的绯闻不禁止走。 后来又被爆出与篮球明星易剑联传出绯闻,两人因合作拍摄一部广告节时,与以往刘亦菲清冷的态度不同,她在广告中看对方的眼神充满爱意,与以往刘亦菲清冷的态度不同。 不仅如此,两人还被爆出在交往当中,据说是易剑联对刘亦菲一见钟情,在广告拍摄期间对她疯狂追求,但两人都没有承认过。 2006年的刀追门更是让刘亦菲成了被人取决的对象,想必大家都认识钢琴王子朗朗吧,她与妻子吉娜的爱情也是让很多人羡慕不已,但在这之前却又报道刘亦菲曾托人向朗朗提亲,而这段话编至朗朗的父亲相继着透露的,并说出只有皇家女才配得上我儿子这段话,之后便有很多人为刘亦菲谋不平。 更是有网友直言,肥头大耳的猪八戒配不上神仙姐姐刘亦菲,可能是身处娱乐圈,人红是菲多,刘亦菲自出道以来虽然长相清准,仿佛是出于泥而不染的白莲花,但从圈内众男神到篮球巨星再到钢琴王子,刘亦菲的绯闻史也是极为丰富了,不过是真是假还是当事人最清楚了,不过绯闻归绯闻,刘亦菲唯唯一公开过的男友也只有韩库欧巴宋承线一人了。 说起刘亦菲与宋承线的恋情还是因为一部电影结缘,2015年刘亦菲和宋承线合作电影《第三种爱情》,在电影拍摄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,之后网上出现了很多两人在电影中的甜蜜互动,随后关于两人依稀生情的消息不断传出,后来恋情曝光后两人也大方的承认了恋情。 因为刘亦菲和宋承线公布恋情的时候,正是电影上映期间,而下角支部电影又是中韩合拍,并且导演还是韩国人,因此被网友猜测炒作恋情来宣传电影,毕竟对于韩国人来说炒作一波恋情,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但刘亦菲曾亲口表示过,两个人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来交往的,而宋承线就是自己理想中的伴侣模样,这也是刘亦菲至今唯一承认的男友,想必之前被传的恋情可能真的是绯闻吧,但网友们并不看好这段恋情。 虽然关宣了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,但是他们很少有公开的互动,就算是同框上综艺节目,两人之间也保持着安全距离,果然在2018年,两人的感情仅仅维持不到三年便分手了。 至于分手的原因则是因为聚少离多,毕竟两人是跨国恋,确实很难相聚。 不过还有网友说,宋承线和刘亦菲分手是因为中国与韩国发生分裂,最终导致分手的。 在这之后便未传刘亦菲被干爹陈金飞包养的传闻。 说起陈金飞,她与刘亦菲的父亲安绍康是好友,在刘亦菲五岁的时候便认了陈金飞做干爹。 有一次刘亦菲与陈金飞说出了自己想要当演员的梦想。 陈金飞便为了干女儿的演艺梦,失去自开了一家红星屋的经纪公司,而这家娱乐公司只签了刘亦菲一个亿人。 那个时候的陈金飞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富豪。 有钱的陈金飞为了捧刘亦菲毫不余力的砸钱,更为其拿下了让刘亦菲一炮而红的天龙八卜,让她成为了娱乐圈最为清纯火热的女星。 而在刘亦菲18岁的时候,陈金飞更是豪至180万,为其举办成年礼水晶公主。 对此便有不少人说陈金飞与刘亦菲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 更有人说刘亦菲一直以来都被陈金飞抱养着。 然而陈金飞也解释只是把刘亦菲当妻女儿对待。 如今刘亦菲32岁了,仍未结婚。 一方面是粉丝对她的期望一直很高,被冠名神仙姐姐的她被捧得太高了,让人难以产生乐举的想法。 另一方面则是刘亦菲本人能力优秀,所以追求者少,看上的人也少。